不光飞机会掉下来 连卫星都会在太空中爆炸 波音这是怎么了呀 这两年以来波音似乎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就在最近这几天噩耗传来 前些年波音发射到太空中的一颗通讯卫星呢 突然之间爆炸了 这直接引发两个危机 首先第一就是卫星在太空之中爆炸 那么它的碎片有没有可能对空间站 对其他卫星造成影响 要知道几十年来人类发射了那么多卫星 太空中已经是挺拥挤的了 你这个载轨卫星爆炸 真的有可能伤及到其他国家的卫星 另一方面呢 这颗卫星它是有通讯功能的 你卫星爆炸之后 自然很多国家的通讯就会遭受到影响 但更为关键的 我觉得损失更大的 可能就是波音公司的信誉了 这两年以来 咱们真是不知道 波音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机 怎么竟然拉垮到这个状态了呢 两架飞机莫名其妙的掉下来 现在都不知道原因为何 除了飞机掉下来之外呢 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舱门从万米高空中脱落呀 轮胎在起飞的时候滑落呀 这些小事故简直是数不胜数 而且最近波音还遭遇到一个重大危机 那就是美国的波音工厂有几万工人在罢工 要求提高福利 可是他们知道吗 波音已经连续多个月亏损了 已经亏损了几十亿美元了 以至于波音刚刚换人 新来的CEO 为了能在年底有一个好的报表 给董事会看呢 他提出了简缘增效 波音未来要在全球呢 裁测掉百分之十的员工 连日来的波音危机 真让我们怀疑啊 这家老资格的航空公司 还能挺多久 大家看看 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航空公司啊 已经对波音失去信心了 甚至我们身边真的就有不少常年乘坐飞机的人啊 他们懂各种软件的操作 他们买飞机票的时候 有时候就去看看相关航空公司直飞的这个航线呢 用的是什么机型 是空壳的 还是波音的 如果是波音的 如果他还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都有可能啊 不选择波音 而另一方面呢 由于波音生产拉垮员工罢工 导致波音哪怕拿到订单都很难按时交付 所以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 都不愿意再给波音下订单了 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对于波音来讲 绝对是连番的打击 甚至你的卫星都会爆炸 那么以后你的产品率到底如何让大家相信呢 当然很多人都说 波音的失误就在于 他用了大量的印度员工 从设计到生产 从管理到技术 大量的印度员工只会刷嘴皮子 只会做PPT 导致波音现在如此的拉垮 而另一方面 我们觉得波音现在的危机 等于给了我们国产大飞机机会 未来20年 国际航空业是会大发展的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良机 使得国际航空业从双寡头竞争 变成三寡头竞争啊 菜肚臚 工业 工业